大家好 我是樂儀 話說我終於在韓國回來啦 所以這次這條影片就是我在韓國買了什麼 其實比想像中真的沒有買很多東西 但也足夠可以拍了一條影片和大家分享 我們放不到汗了 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我們就由衣服穿搭之類的東西先說 首先就是我身上的這件藍色的衣服 這件我是在N Playground買的 價錢是19,900W 毛是超級滑絡絡的 完全不刺激的 絕對不是20000W可以買到的材質 藍色是Baby Blue 樓樓是很細緻的 很漂亮 然後長度也是剛剛好 大家如果最近去韓國的話 也可以去N Playground看看景色 這件我是真的超推薦的 好 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我在韓國 最喜歡的一個買衣服的牌子 就是叫做Comen Unique 我是由中學高中 從5、從6 就會在Gmarket或Codylook上買他們的衣服 今次去韓國 我特地去我弘大他們的旗艦店 買了兩件東西 兩件都是下身 首先是一條長褲 我想買深色的牛仔褲很久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其實一條牛仔褲版型要做得好呢 是很難的 也真的很難找到 今次我們Comen Unique一試 所以我就覺得 嘩 這條褲的版型超級適合 我就買了 這條褲的價錢呢 就是32,000W 然後呢 就還買了他們的一條西裝褲 這條西裝褲呢 我就是買了ASMA 就是這條 這種淡淡的 灰灰的一個 橫色 一條西裝裙 裙褲 應該是說 很輕身很舒服 顏色又很漂亮 一試上身我就買了 真的很推薦這間店 很多明星都有穿過這間店的衣服 大家真的可以去弘大的時候 可以順便去逛逛他們的店 是真的一定會買到的 好 接下來呢 就來講一下最近很紅的牌子 最近在漢南東一帶 超級之多小眾的設計師品牌 大家都很紅 但在這麼多間裡面 我只有買到一間 就是他們 因為其他牌子呢 我都覺得 首先很多人都 尤其是Mardi 這條龍褲排得超級之長 我完全沒有去逛逛的慾望 還有這些牌子 我覺得他們的衣服 其實真的買過牌子 多於買過那件衣服 所以這次我買的 都是配色類為主 首先呢 是一頂帽 他們的背雷帽很出名 但是呢 最出名的那一款 鋪體完全沒有 連Display都沒有 所以就 唉 當下看到就是這一款 它就是 褲子是這樣的 一個小小的牌子 其實看起來很兒戲 它一脫了就沒有了 但是我相信它是 因為呢 我最後都買的原因 是因為它戴上去的頭上 真的很好看 這個價錢要五萬九千元 但是 奈何它真的戴上去是好看的 我作為一個戴頭妹 我的頭是真的很大的頭位 我自己覺得這頂帽 戴上去我都可以 大家都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其實我本來想買他們的頭褲 但是又是因為我的頭太大了 去到發現 那頭褲 只是頭褲戴著我 而不是我戴著頭褲 所以如果大家的頭都戴 去到那裡 記得試了頭褲才好買 如果大家想找代購的話 我覺得現場試一試會好一點 真的差很遠 第二樣在他們店裡買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toe bag 我覺得算是 一樣挺划算買的東西 就是如果大家想買這個牌子的東西 開給大家看 toe bag的價錢就是 萬九萬 然後呢 裡面是沒有任何扣或拉鍊的開口 然後裡面就是有個小小小 真的很普通的toe bag 但如果大家想買一些好看 有些文青Style的話 這個toe bag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韓國唯一買的一個袋 就是這個牌子 他們這個牌子跟Depound的風格 好像都是髮色那一種 但我覺得它的價錢是會正常很多 所以最後就買了它 它的店是聖水洞的 大家都可以過去看看 現在馬上開箱 全部的東西都還沒塗 就是等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沒錯 就是這個帆布袋 它的價錢呢 就是九萬九千塊 六百多七百塊港幣 我覺得不算貴 其實本身我跟Depound的袋裡 兩個是很困難買誰 但Depound的價錢呢 真的不值 你買一個帆布財積的袋 差不多要一千塊港幣 我覺得真的不值 但這個六百塊還可以退稅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接收的 黑色是最容易配搭的 因為咖啡色也很好看 但咖啡色配冬天多一點 如果夏天我想用的話 黑色就比較好一點 它就是這一種 只可以手拿 就是這樣拿著 我就覺得是真的很好看 那我就買了 它這裡就是完全是帆布的 然後旁邊就會是皮 當然就不會是真的皮 這個就是 我在這間店裡買的袋 它附的這個toe bag 其實可以當成塵袋這樣用 因為帆布這些質地的東西很容易弄髒 所以大家這個袋要記住這樣 也挺大的 起碼可以放到 你日常要放的東西 都完全沒問題 不是一個小肺包 但是真的很好看 好 然後呢 最後一件 就是在弘大附近的小店買的 就是買了一件這樣的外套 又是這種小香風 黑色的 這種外套 因為當時太冷了 我完全沒有帶外套過去 我猜不到晚上的韓國是金東的 所以我就露驚小店買了 好像都是3萬多元 質地又不錯 然後有夠厚 就買了 然後呢 穿搭裏還有兩雙鞋子 首先這一雙 它的牌子就是 大家如果有留意韓國的鞋子 就應該會知道 它叫做善良皮鞋 它們的鞋子是相當便宜的 我就買了一雙白色的鞋子 因為我在韓國已經有穿著 所以有點髒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這些最普通的白色鞋子 因為我在 之前我是用Sappoon的 我穿Sappoon那雙 已經爛了 拉鍊和鞋底都爛了 所以我就 今次經過這個就買了 價錢好像是2萬多元 超級便宜 但Quality就是2萬多元的Quality 就是平CP值高的一雙鞋子 我自己的建議是 如果你有些很少穿的鞋子 例如是長鞋子 高跟鞋子 你自己很少穿 但你需要這套鞋子 就可以去這間店看看 因為你不是經常穿的 所以不需要說 買到Quality很高 或者買到很貴 那時候就可以看一看這間店 就是在弘大也有分店 之後就是一雙買給媽媽的鞋 就是Elidas 大家都知道 韓國的鞋店超多 我自己買這間是JD買的 因為我們剛巧JD 正在做瘋狂的Discount 所有東西都買到超便宜 全部是在做折 就是你去ABC Mark 或者去其他店 一對比價錢 是真的買不下 因為JD買是真的超便宜 所以如果大家去到 都可以留意一下 命動的一間 看看有沒有打折 這樣 這樣的 這一雙 這雙 這一雙 因為我本身想買其他款 但很多都沒有我媽媽的鞋子 所以我最後就買了這一雙 這一雙的價錢 是在做半價 連Superstar Starsmith 那些鞋子 全部都做半價 我真的呆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太便宜了 就是兩雙襪 現在去到韓國 已經沒有1000W的襪 不知道是不是旅遊業開始了 然後明天就加價 我買過的最便宜是1500W 在弘大看到的 明島有3000W起跳 我就買了最普通的兩隻襪 因為襪子在宿舍 會經常洗到只有一隻 所以我就買了兩隻 沒什麼特別的 大致上 衣服就是到這裡 另外也是另一個重頭戲的部分 就是化妝品和護膚品 無誇張 整整一大袋 又是 因為這次我去就 找了一隻Olive Young 所以就有少少買得瘋狂 但大部份其實都是護膚品 因為化妝品就買得比較少 那我就拿到什麼呢 就說什麼 好嗎 首先呢 就是買了這個 極大的一支洗頭水 為什麼我要捧這些洗頭水回來呢 大家看看這裡就知道了 它是獲獎無數 然後都是看到很多韓國的blogger 或者youtuber推薦的一支 防脫髮洗頭水來的 那我剛好去的時候 它就在做一個Z妝 就買了這支洗頭水 它就會送我一支護髮素 那樣的東西 那就是我應該要長期用的 用完之後我會在youtube 分享給大家 到底好不好用 就是Nature Republic 我除了去Olive Young 唯一入過的化妝品 護膚品店的門市 就是Nature Republic 因為其他我也覺得不好行 Nature Republic有折扣 這個是他們Snail系列的一個乳液 風牛系列的所有護膚品 我也很推薦 無論是他們的爽膚水 精華還是乳液 我都覺得很好用 很適合冬天 它是有黏黏的 因為是蝦牛蜜 但它同時不會很黏黏 它吸收得很快 但保濕滋潤感真的很強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歡這個系列 我去到今晚會全店也有減價 這支是半價 好像是一萬多瓣 那大家可以去乾性皮膚 可以去選擇這個系列 我買了很多頭髮產品 首先就是這個 這個啡色的這一支 我看到很多韓國人推薦 所以當時我打算買 誰知它在做特價 就一設妝送給我旁邊的那支 我已經很多護髮產品 它又送護髮產品給我 總之就是會送 你們知道 那我就買了 大家可以看看 它這支spray 是拿了多少獎 那這些是一個 不用洗的護髮噴霧 可能你出門前 或者淪睡前 你就拿一支spray 噴在頭上 就可以做到一個護髮的效果 其實我也有類似的東西 但因為這支實在太出名了 就打算試試試看 然後就買了一個髮卷 我平常用的髮卷 就不是那麼大的 但是因為我看到 D.ONLY 他們的髮卷八字流行 是一個很大的髮卷 所以我就決定試試看 用一個比較大的髮卷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就買了 好 然後就買了這個 這個不是看韓國Youtuber分享的 我就是看台灣Youtuber 我看到它推薦這個髮膜很好用 所以當時我看到又是藍了 就是這樣的 我買了太多護髮產品 其實我之前拍過一支護髮的影片 其實我裡面所有東西都很好用 但是這次來到韓國 他們又是有很多護髮產品 很出名 所以一定要買來試試看 這些我都會在之後的影片 或者是我的IG分享 大家一定要subscribe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有色的防曬 它完全不黏 之後它是小小的 還買了送一 這個就買給媽媽的 然後還有這個 又是一家一買的 這個也是近來被清作做 空姐噴霧的一個 保濕Spray 它裡面 你們應該可以看到 它是有兩層的 上面那層是油 下面那層是水 用之前就要搖勻 然後噴在臉上 其實冬天的話 我用普通的Spray 是不夠力的 是會很乾的 所以我很需要用油份的Spray 我當時看到大家不斷推薦 我買了送一 我就買了回來 又是護髮產品 就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黑色磚深粉紅色 大家在Olive Young一定經常看到 其實我也很幸運 買他們的護髮素 但你看到我剛才已經買了很多 所以我就買了他們的一支 髮尾油 希望它好用 因為最近髮尾有一點點沒有醋 我平時用開那支 即我推薦過那支 就不夠力 我們買一支再油一點 希望這支是OK的 如果剛才說的一些 油類的Spray 大家覺得太黏了 可能你是中性或者油性皮膚 CMP的這支Spray 可能對你們來說 會有用的 之後就是一個很久沒見的牌子 就是Skinful 這個牌子真的很久沒聽過 最近真的很有名 整個Olive Young也是 所以就打算買來試一下 主要是針對毛孔清潔的麵片 都是Nature Puffing買的 這個眼霜我中度推薦 它是有幾款的 這支藍色是中間的 貨中性皮膚的人去用的 這個我主要是買來給我夏天的時候用 它就黏黏程度 或者是它的保濕程度 我覺得夏天用 我是中性皮膚 夏天剛剛好 真的剛剛好 這個眼霜是我從初中 用到現在 一直一直回購 一直一直回購 以前Gmarket 每次它一有減價 就會買 今次自己親身去到 是做半價 一定是買一個眼霜回來 夏天中性皮膚 一定是買它 超好用的 然後呢 還有這個 化妝品 終於出現 真的很少買化妝品 因為家裡真的太多了 那我就買了Clio最新出的 這個黑色的 Cushion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是孤膏充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應該是適合夏天用的 一款Cushion 這個是一個限量的包裝 所以才這麼大 其實它應該是送了一個 這樣的 酒杯 我沒看過的樣子 好像很漂亮 嘩 嘩 裡面是一個粉紅色的商品杯 之後呢 喔 這裡有一支marker 它應該是給你 在商品杯上面寫的東西 我猜 重點是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Cushion 這個應該會等到夏天才開來用 到時候夏天再跟大家分享 可以 然後再跟一個review 然後呢 就是Clio的這個Mascara 最喜歡的Mascara Top 2 都是韓國的 所以韓國的Mascara 我一直都很有信心 那這支Clio的也是很出名 這支真的不需要多說 基本上所有Youtuber都說它很好用 所以就買了 一個胭脂 真的很漂亮 超級漂亮的 超級漂亮的 其實它們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我已經很想買 但是它一開始推出的顏色 都很淺色的 真心 你不是很白 用上去全部都是做一個膨脹色 但是到它推出了這個格子紋之後 就真的 我抵抗不了 就是它有些深一點點的顏色 都可以用到 它有兩支 我就是買了PIN紙 這支 我這個人是比較適合的 就是比較適合的 大家就可以去看看 它也有一個偏橙色調 好像是 這個真的超級漂亮的 然後呢 我還買到這個HolicaHolica的Mascara 又是Mascara 這次它買了送一 還要買 兩款都不同 一個就是捲竅 一個就是簽場 它也是拿了很多獎 在韓國 這支反而好像少人說 但是我看到很多韓國Youtuber都有推薦 所以我打算買來試試 這支也是 接下來就是面膜類 面膜一定是單塊 因為我不喜歡敷面膜 我覺得很冷 但是呢 這些面膜的時候急救的東西是需要的 首先是Methahill的 這一款 保濕的面膜 接著呢 有這個最近又是很紅的 這個 它們的精華好像很紅 但因為我看到精華 所以我買了一片面膜來試 然後又是這個 這個牌子 又是很出名的 又是各買了一片來敷一下 這些都是 敷完之後再告訴大家 接著呢 這個時候我不是在外面買 應該是Daiso買的 Daiso買的一個Beauty Blender 這些化妝蛋 一千瓦就買來用 這些隨時都要換 因為 這個 它們的卸妝棉 其實那些眼唇卸 和卸妝棉都很好用 我基本上去旅行 都是帶它們的 今晚又可以做的 但我沒有買太多回來 因為很重 所以我只買了一包眼唇卸妝棉 但它們的卸妝東西 我是真的推薦的 在香港的Waxson市都有得買的 最後 又是Holica的一支唇膏 我發現我今次只買了一支唇膏 因為我家裡的唇膏 是很誇張 所以我只買了一支唇膏 這支就是它們很出名的 又是一個深深的Lip Teens 是深深的 顏色我買了7號色 是一個顏色 可以試給大家看 它就是一種很水光 最後 這個是Filly Millie的Pot Pot 這是一個粉餅Pot Pot 主要是買來放進粉餅裡面 因為通常粉餅附的Pot Pot 都很難用 所以就買一個新的 交替使用 化妝膏好品類 最後一項就是 我買了這個 這個 NONFICTION 它們的香水 這個其實我本身抱著一個 進去嗅一下的心態 但我一嗅到之後 就真的是OMG 太香了 我就是買了這一支的 整間店都只有幾個味道 同系列的味道有出很多東西 Hand cream Body wash 那些都有的 我就是選了香水 當然 這個味道是 一聞不到 我已經確定了我一定要買 然後它是很好 它的包裝 我真的全部東西都 一五一十拿回香港 有一支香水 之後 有一個布袋 雖然不知道這個布袋是裝什麼 但它的布袋 還要噴了你這支香水的味道 真的好香 我拿回來的時候 整個行李的味道 好幸福 然後就有一張這樣的卡 對 然後就是這樣 這個盒子很漂亮 然後還有一個 是Hand cream的Sample 是它送的 真的很推薦 如果大家去看南東買的 設計師品牌 也可以去看它們的香水 真的很棒 那護膚品 化妝品就來到這裡 然後就是一些 雜物類的東西 像這個AirPods Case 我想換過一個新的AirPods Case 很久了 但我一直就買不到想買的 這次就看到 我一個挺喜歡的牌子 就是National Geo Graphic 它們出的AirPods Case 所以我就買了 那價錢好像是兩萬多三萬 大概兩萬多三萬 大概兩萬多三萬 就是一個透明的款 來的 還有最後兩樣東西 剛才這個是意外買的 是MLB的一把傘 為什麼我買傘 因為下雨 所以就買了一把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MLB的 還有KatakaFriends KatakaFriends 去買了一家 其實它們的 zeggen 真的是很可愛 但我是一個實用性的人 不買這些不實用的東西 所以我最後選了一個 我自己很想要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加濕器 因為一直在用的加濕器 是我男朋友 很醜的那些 我想買一個漂亮的很久了 今次就看到這個 真的很可愛 我就買了 而且我發現呢 它實用性的東西比公仔的要便宜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特別喜歡公仔 其實我建議大家去買一些實用的東西 OK 準備到了 它有幾隻公仔的 其實Kakao Friends裡面 我Ryan和MG都OK 但是這個因為實在是 OMG 好可愛啊 這個公仔大家看都看 So cute 所以最後我就買了這個加濕器 這裡就是我在韓國買了的東西 零食方面 吃到好吃的我就在IG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想我看 都記得要在下面告訴我 記得Like這條Video 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的IG